新冠肺炎疫情轉趨嚴重,全港市民都減少出行。 黑暴看似修煉,但表面上的平靜是香港的真實面貌嗎? 其實黑暴潛藏在疫症背後,精密謀另一波的行動, 培育一批本土恐怖主義分子。 真相是怎樣呢? 警方日前在小西灣農約徑三邊一間荒廢石屋, 手出800粒彈殼,200粒彈頭,一批火藥和化學品, 當場自獲三名可疑的青年,並以無牌管有槍械及彈藥罪把他們拘捕。 在搜查三個被告的居所時,還起鑽器槍、弓箭、彈藥和刀鞋等危險武器。 原來當大部分香港人留在家中抗疫的時候, 你的鄰居隨時牽涉或政策劃危險活動, 八百發彈藥,可以發動幾大規模的恐怖襲擊,危害幾多的人呢? 控罪裏面,三個被告人裡竟然有兩個是大專學生, 另一個真是無業, 三個人也只介乎20至23歲的年輕人。 原本大有前途的未來動良, 卻涉嫌轉投本土恐怖活動, 這宗廢屋彈藥案已經不是近期手中的本土恐怖主義案件。 由去年6月黑暴運動至今,已經發生了200多宗野貓式炸彈或炸彈核炸案。 實際上,恐怖活動策劃一直沒有停止過,規模還不斷升級。 就在本月初,警方在大葛咀箱下檢獲三個土製炸彈半製成品, 以及2.6噸可製炸彈的化學品。 而葵青警區重案組,在2月也拘捕了一名連近只有17歲的青年, 將其壓返大廈一個分租單位搜查,揭發該處是製造汽油彈的工場, 檢獲多達11支汽油彈和一批製造汽油彈的原材料。 1月到2月,羅湖港鐵列車、明愛醫院藍廁和深圳灣管制站也分別發生爆炸案。 當眾多重案件,皆由年輕人參與甚至有份策劃。 而去年12月,大埔一暴徒撕向警員開實彈真槍。 案發之後,警方還檢獲P-80手槍、AR-15步槍和255發子彈。 涉案的疑犯也只是一名18歲的少年。 持續近10個月的黑暴運動中, 政客和支持者不斷在網上或社交平台鼓吹所謂違法大義的思想, 煽動年輕人上所謂前線抗爭,稱他們為所謂的異事。 被洗腦的年輕人,由上街示威,都破壞立法會, 繼而演變成放火扔汽油彈。 最後更被擊化,成為一個又一個走上放炸彈, 發動恐怖襲擊的本土恐怖主義分子。 香港淪落至此,我們還要再以待敗看他們攬炒, 令香港都跟著這班本土恐怖分子一同走上北桂路嗎?